欢迎回到 铁蛋超人俱乐部 我们刚刚讲到一些剧场里面的怪力乱神 不可思议的事情 很有比较恐怖的 有比较温馨感 有温馨的 对那其实刚刚一中讲到说 其实呢 在这里面除了 有时候表演之前要担心这些 无法解释的现象之外 其实那还好啦 对那算还好 你刚刚讲到说重点是人 人啦有时候人反而比什么 鬼还更可怕的 人穷连鬼都怕 所以剧场工作者的鬼应该都很怕 因为大家都很穷 因为人心有时候真的是很可怕 有一次我记得 我们也是在剧场里面表演 在台北的一个 靠仁爱路地区的一个表演的地方 那因为刚好那次是人家一个邀请的演出 那我们去那边表演 也照正常的流程 我们下午会做一个彩排 那那天那场地呢 稍微有一点点的比较复杂 就是说他的人可以从前面 就进到那个观众席的地方 开放式的 开放式的 对那刚好那天我们在彩排的时候 就刚好有一位先生就 在观众席那边看彩排 那我们当然一般来讲说是 其实我们很欢迎民众来看 没有在那个地方 其实我们是不开放的 因为怕说人员上的掌控上面不清楚 那就是 那但是那一天也没有刻意的把他给 呃 赶离开这样子 就说那好那真的没关系 但如果他要看 那就在那个观众席的地方就是 坐下来好好看 对好好看这样就好了 那看看看 那我们就我们就照正常的流程 在彩排 第一个节目 第二个节目 这样子演下来 诶 那那个观众 那个我们有 其中的一个桥段 也有互动的 刚好是演那个 两个小朋友遇到坏人的一个 诶 那个 在卢曼大尾 那个遇到坏人的 那我们刚好有一个互动 小朋友 两个演员就跑下去 跟那个 那位先生做一个互动 诶 怎么样 遇到什么问题 可以帮我们解决吗 然后他也就 表现的还蛮和善的 那我们就就想说 诶 那那不错 这观众还不错 还有互动 结果呢 到了正式演出的时候 诶 那开始要开放观众进场 那我们也都在准备 化完妆 已经就绪了 诶 但是那位先生呢 突然他就变成 他就把 他就假扮成 那个清洁人员 因为在那个地方 清洁人员可以在 后台的地方 就是可能 自由进出 对 自由进出 可能打扫嘛 他有这个需要 那 那他还 很刻意的问演员说 诶 你们这东西 是不是要丢掉的啊 不要乱丢 要放好哦 不然我要把它拿走 就让我们这个后台的演员呢 误以为他真的是清洁人员 就忽略那个戒心 好 结果呢 当要演出开始的时候呢 这位先生呢 他就溜到了后台 我们放 我们个人物品的地方 把所有的钱包啦 手机啦 搜刮一空 可是你怎么知道是他 因为呢 刚好有个演员 要出场的时候呢 就看到 诶 那个先生跑进去了 嗯 可是你还是没有证据说 是他拿的啊 呃 基本上 但是因为 前面 有 有互相的照面过了 嗯 对 那 刚刚在舞台前面的呢 也是同样那位先生 应该说 他的造型 他的装扮 应该说他的嫌疑最大啦 可是还是没有证据 百分之百说是他啦 呃 应该也是这样讲 那问题是 他不应该出现在后台的 他并不是真正的 可是这个东西很难讲 因为你真的 有时候后台是开放式 就是说 虽然一般民众不能进去 可是毕竟 你演员可以进出 人就一定可以进出 对 那有时候是控管的问题啦 对对对 那当然就人性这种 其实在剧场里面 失窃的这个案件 实有所闻 非常多 因为演员真的 你包包放了 你就上台表演了 那你后台会进什么样的人 真的 你除非你真的 就请包拳 我们他是一个秘密室的 你很难有秘密室 因为演员 像我们演员常常 跑到观众席 跟他们互动 你一定有通道可以过去嘛 对 那你剧场 一定有剧场管理人员嘛 对 可是问题是很多时候 你并不认识这些人是谁 嗯 所以人家在那边进出 你也顶多只是注意一下 可是你有办法去防范 这东西 所以其实 你会发现 很多剧场里面很有趣 他在旁边设有那种 投币式的保管箱 哈哈哈哈 你会说天哪 这个地方还要 太不安全 对 可是其实这里是 一种安全的做法 所以其实 在这里面 真的就是人性格度 他搞不好是内贼 说不定 哦 那我们要好好调查一下 这句话是不是典型了你 哎 哎 其实你的手机 现在还在我那 哈哈哈哈 没有那场我没有去啦 对啊 所以其实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是题外话啦 那我想其实 藉由今天这样的一个主题过程 就是让 大家了解一下说 其实在剧场里面有很多 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 但是呢 其实 重点是透过一个 演员的一个 一个 让自己心安的方式 重点是 可以让自己专注 在整个表演上面 对 那这一次其实是说 我们在茶余饭后 在表演结束 休息的时候 大家拿来说嘴 然后谈论的一些话题 对对对 所以我想 不是说真的 鬼月到我们要吓大家 而是说 哎 刚好就是 利用这鬼月的这个时机 跟大家谈一谈 这样的一个事情 对 那我们今天呢 最后就先讲到这个地方 好 然后我们下次 铁蛋超人巨络部 来跟大家下次再见 下次见 拜拜